养红掌浇点白糖水,叶片油铝开花更多 红掌养护得到的话一年四季都是开花的 而且红掌的寓意也非常好 今天给大家说一种水就是白糖水 我们可以用家里的白糖水来浇灌红掌 因为白糖水它能够利于红掌的生长 促进红掌生根 能避免红掌滋生细菌减少病虫害的产生 一个月去给它浇一次就可以了 频率一定不能过高 过高的话现在天气温度高 容易招一些小蚂蚁之类的 操作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取一勺白糖加水 吸湿一下之后直接去给它浇灌红掌的根系就可以了 白糖和水的比例不要太高 以50比1的比例就可以了 红掌呢 我们平时养护的话 就把它放到一个散光处 盆土干透给它浇透 我们试图的观伍 我们试图的观众 是否和声 没有试图的 我们试图的观众